今天看鏡頭來 我來到黃大仙 黃大仙很多人都知道 是香港一個著名的旅遊景點 除了旅遊景點之外 還有香港一間很有名的動物 除了黃大仙來遊覽拍照之外 很多人都有一件事就是求籤 今天求完籤會怎樣呢 去找人解籤 在黃大仙廟旁邊有一辣的建築物 裡面有很多師傅 而我有個好朋友 叫做KK師兄 以前叫做KK師兄 我叫他KK師傅 他在這裡年輕一輩 解籤高人之外 他還有很多靠東西 KK師兄 你好 先看看鏡頭 黃大仙廟旁邊 我們今天用兩部機器 我見到你發了個名字 你叫做高翼 我就看來看去 為什麼叫高翼呢 然後你就告訴我 你四個字 說我錯 叫做高翼上朝 為什麼你會改過這樣的名字呢 首先呢 我就由古至今說 雙朝是我本身 以前啟蒙老師那邊給我的道號 道號 道教友 我們叫做法號的東西 法號 我們是茅山 茅山我們去到某一個級別 就會扶機 扶機出來 就會由祖師爺那邊給一個法號 當時我就上字盤 接著就上朝 我自己姓余就完上朝 好了 然後其後呢 我自己也都在其他的 道觀 靖一派 那些呢 再去歸依 真正外面的道家 其他那種道家 行科兒那種道家 因為之前我行法科的道家 後來我再加入一些科兒的道家 那邊呢 那邊呢 又是扶機 那當然啦 是 那當然啦 就要說是 摘杯 問一下 呂祖師師收不收 那摘杯好彩 那一摘就算杯 那接著呢 也都是 同樣又是要扶機的 扶機呢 就起出當時的高字背 那排名就高贏 那所以兩邊 因為啟蒙老師對我都很重要的 那所以我也都想沿用上朝 那當然高贏這個道號 那我也都好 好喜歡 那所以我就 兩個名字 擺在一起 高贏上朝拼在一起 又好聽 又好聽啊 對 那又繼續要用 高贏變成一個新的複式 哈哈 那兩個都是你的道號 是啦 沒錯 當然啦 你說如果 我們現在一輩是朋友 那些 KK師傅 我都很開心 因為KK 是你自己 本身那個 本名的英文簡蛇 是啦 一路 好像你這樣 認識了這麼多年 那都是一路 大家都叫KK 我認識很多年 靠你們 其實 你近時 我記得 我認識你 你完全不是做 做 幫人解籤 或者做風水 我記得你 是 我們稍為年輕一點 那段時間 你都很辛苦 那時候到處走 那時候做營業員 所謂 就是這樣 但是你說 原學風水這些 其實 我就二十幾年前 那時候你認識的 年輕人的時候 就是二十幾歲的時候 已經去學的了 那一路就等一個機會 幸好得到大仙這邊 這麼巧 幾年前有個機會 有個位 那我就 很順暢地拿來 用了這個位 然後就 將我以前學的東西 可以說是實踐 是的 一學以致用來 將自己的興趣 能夠用到 在幫到人又好 自己又生活到 是最開心的 是 對的 再加上後期 那些 之前原學 就是風水 算命 那些八字體相 後期就加上法科 法科就是我們茅山那些 是的 那 兩種相關齊下的方法底下 都很多時候幫到一些善信 那你茅山 你都學了很多年 譬如我吃你 你之前都在學 其實說 在茅山方面 和你的風水方面 在你自己個人心得來說 兩者其實是相用的 你說茅山和玄學風水那些 其實是可以共用的 嗯 那就相得亦張 嗯 那你說單方面用 你繼續 因為外面很熱鬧 是啊 很旺 很旺的 單方面用都不可以 但有時候 等於現在 我們說 好像中西医會塵一樣 嗯 那 用在一起 力量會大 是啊 比如說風水我都撕裂過 因為我自己都光朋友看 看完我其實 我自己有個 鬧頭的問題 因為自己能力有限 好了 我看到你可能 今年的運勢 不是那麼好 是 除了我能夠用風水擺設 或者是光下之外 因為大家都知道 風水擺設的力量 相對之下 不是說不行 一來萬二來的力量 是沒有那麼強 好嗎 最重要就是 當然要看你本身 那個人的運勢 其實有時候 我就覺得 咦 我幫了這位朋友 但他的起色不大 這個時間 是否就是法科 那個力量相對之下 可以發揮作用 其實 說的是硬件 硬件 就是這樣 我們要加些軟件上去 而軟件方面 我們除了風水擺設 當然 風水擺設 有一種叫生物 有一種叫死物 那死物就是 需要 最好有法科的加持 簡單說 開光 那如果生物 就是說動的 動的東西 譬如說風扇 魚缸 本身 植物 那這些是有一個 有一個動的磁場在 帶動了一個氣場 那麼 力量會大一點 正如你剛才所說 如果真的不行 硬件配套都是不行的 那麼我們加法科呢 是會 套得 是 那我就約在這項 哈哈哈哈 好嗎 是 好了 今天來到你這裏呢 有很多事情問你了 好啊 好啊 清楚有關你的 小小的資料 等於更多朋友認識之外 那在這裏呢 望大師 是 其實這裏的人 十個九個都求籤了 是 多數 其實呢 還有很多人 這個最簡單 黃大師的威名 遠至什麼海外 歐美 現在內地 都很多地方都見有 這個黃大師廟 可想而知 他幾厲害了 是呀出名 那其實 為什麼他會這麼容易呢 其實有沒有研究過呢 我們說呢 廟啊 就香火鼎盛 香火鼎盛 那神都下來聽聽 你究竟求什麼 我裝一下就搶一下鏡 哈哈哈哈 那麼 最重要是 多人來求 多人裝香 多人上香 多人去 跟這個 上先 我們 去有一個心靈上的溝通 嗯 那其實 香火呢 是一個傳遞信息的工具 嗯 再加上我們人的思想 你求籤的時候 你是會想啦 譬如說 喂 今年的財好嗎 那你會想這件事 這個信息 就經過香火去帶動 嗯 跟上先是有個溝通 互動 互動得多 那 等於彌敦道 旺角 人多去得多 就是旺 旺就變成了 氣場就高 氣場夠的時候 靈驗的程度也是 是 那你這個角度 就站在這個 我們叫做 有神學方面 去討論 譬如 我們現實一點 有講 當你一個人的意念 可能不夠 我們叫做眾志成成 人的意念越多 亦都會聚集了 為一股叫做 動力 力量 在這裏 絕對正確 正如剛才所說 尼敦道旺局 那為何越聚越多人呢 好了 除了這件事 其實王大仙來這裏 求籤的人 是 以哪一類的事情 比較多些 以你的經驗 如果我自己來講 是的 我有七成是女性客 是的 那女性客 很多時候 他們通常會問一下姻緣 那現在事業 女性也多 亦都會求事業 那男性呢 亦都是事業 事業居多 健康 都會有 那通常都是這兩三類 那有沒有一些特別的 特別的 有的 有的 有些就會問 他和小三 誰會贏 是的 你說這些問題 都是感情 感情 其實很尷尬 譬如有些朋友 叫我找師傅幫忙 又是出現一個同樣問題 他本身 有些是小三 有些是小三 甚至有些是 他和老公 或者是自己的愛人 已經不太好 甚至是分手 出現了第三者 又是要爭 那其實 我不管後者 那些是小三 那些 其實很尷尬 你會怎樣處理 一般 我們呢 就會處理面前的客人 我面前那個 如果我不管他 小三好 小四好 既然他求得之籤 來解 我們 站在於師傅的立場 甚至乎商業角度 我們都是依他之籤 去解說他 心目中要問的問題 這些我們叫做職業道德 和操守 首先不會排除了 除非他是大街大鱷 你知道的 這樣才不會幫他 甚至乎報警 如果這些問題之下 還是先做回你們自己的本分 是啊 因為其實解籤 我只是把他心裡的疑惑 給他一個答案 至於幫不幫他實現 所謂他自己的夢想 無論合法與否 那是另外一件事 好 講到解籤 其實王大仙籤 即他的籤是怎樣組成的 有多少支在他本身 在我們王大仙的籤文裡面 有一百至一號至一百號 裡面有上籤、上上籤、下籤、下下籤、中籤 裡面一百個故事 其實裡面有很多都是三個演員 裡面的故事 我們從而是把它配到到 那個時主文的問題裡面 如果求籤 我當一定是在上高球 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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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我當我 人太多了 我不想是上高球 會不會其實我們下來 看到你高逆師 高逆師 高逆師傅這裡 你這裡也有一支籤在 我在這裡求就行不行 都有客視過 都有客視過 我們都歡迎這樣做 只要誠心的話 大仙一樣會給到一個意見 你們本身都是為他服務的 沒錯 好 講到籤 其實在籤裡面 我現在 我就不是說玩 我都很誠心去求一支籤出來 我嘗試一下 你給我解一下 好好好 那我有什麼程序要做呢 譬如我現在拿了籤下來 我需不需要先上香 或是 我這樣坐下來給你就可以了 如果你已經求了一支籤下來 那你假設你心目中 譬如說 假設你求了一至一百號 你選一個號碼出來 是 即是這裡 不在這裡抽 不是選擇號碼的 不是 你求籤 你求了一至一百號 選一個號碼出來 是 是的 那你告訴我 你告訴我 你求了多少號 我現在 我家排第四 我就四號 好 好 那我就根據四號的籤文 是 就和你解說了 你這些就不是被人抽的 不是 不是 或者選擇 程序呢 我便移動 上面 就是這樣 籤筒 各位 籤筒 好 善信先上香 然後球 球的時候心裡便想些問題 好 好 跌了出來 跌落地 這支是八號籤 我便下來找師傅 問八號是哪一支籤 根據這支籤文去解說 除了你們也有籤 我去上高 即黃大師也有籤給你去拿 有籤文給你拿 還是沒有 沒有 現在沒有 現在沒有 現在都要下來找師傅去 拿些籤子 解說 不過呢 聽聞呢 去到那邊 適色圓的寫字樓那裏 就不知道 好像 不知道怎樣的程序 拿 拿一拿簽字 可能人流太多 這個 對一些大機構來說 都幾重負擔 換到 好了 有些朋友未來過的 我當你來到黃大師 遊覽完 去求籤 記住 求完籤之後 記住自己求了幾多號籤 然後就下來找師傅去解 是的 那就不需要在信高到處找籤文 沒錯 好 我到四號籤 好了 四號籤 好了 就叫董永宇先 扣事業 是 通常我們都會問客人是屬於什麼年份生肖 是 因為私隱條例 我又免得說你的生肖出來 簡略了這部分 好 好 而這些簽 其實 就是說古人董永 董永是一個很孝順的人 又很窮 以前不知道為什麼孝順很窮 現在也是 好了 那爸就走了 就賣身撞腐 遇到那個仙女 那仙女落凡間 看到她 這麼孝心 被她感動了 決定留在凡間 和董永成為一對 好了 仙女要落凡間 沒辦法被貶為凡人 兩個生活都很艱苦 很艱苦 有時候有空無事的時候 都看到對面那個楊柳枝 被燕子經過的時候 燕子那條尾會剪刀 剪斷那些羊柳枝 非來非去 劃高劃低 變成如果問事業 這支簽可能代表 在短期內 都會有些上落變化 暫時未穩定 這樣解 但是簽呢 你放心 其實有很多人誤會 簽可以說一年兩年的事 其實不是的 和占卜的事 在我的經驗來說 三至六個月的時候 而且就回那件事 絕對是針對性的 絕對是針對性的 你講董永 大家都有聽過 七仙女的故事 最後就是沒辦法 七仙女又上回天庭 董永更慘 很慘 真的很慘 可能這期會比較波動 也不一定 求簽是很有趣的 正說我也是隨口講 對 又抽了一支董永如先 你說了那個簽意 近期我就很慘 我的工作真的很反復 所以這就是一個很奇妙的事 譬如 你也是隨心說的 已經中了 這個是最壯 觸機 有時候不肯教的 你知師傅觸機這下 你知最後才看見你是什麼 才肯告訴他 搞那麼多做什麼 觸機就可以了 因為之前我們 譬如我們學習慣 之前那些程度都是理論 理論 其實每個人都是跟那套學 為何會有人不准 又不准就是 理論其實就是說 一個基準給你 一加一是等於二的 是啊 好玩 真的沒得談 真的沒得談 完全是中了我 我這陣子工作上的情況之外 我爸爸又是走了 我只剩下我媽 我媽媽還不健康 所以幾樣東西都對 當然 簽就還簽 起完之後 不要給自己一個打擊 不好的話 反而是一個 我經常覺得 這是一種叫提示 提款你 你應該怎樣做 好了我求他這樣簽了 是 生意又是事業不穩定了 其實在你的方法來說 我想找你幫忙 是 其實你可以怎樣幫忙 會透過什麼方法 假設的意思就是 求了之前不要 不要 那怎樣去解決呢 幸好來說 我們有法科的 就是說 除了你知道這件事的發展 將會怎樣的時候 我們有些法科可以幫忙 就是說 可以是 譬如說 有些符 因為我們茅山 我們有寫符 如果你是小人多 我給一個小人符 你帶著 希望小人遠離 你欠貴人 我給貴人符 你帶著 招貴人回來幫忙 很多種的 招財符 健康符 都有的 因為你除了法科之外 你又懂得風水 兩方面 你都可以叫做 幫助一些有需要的 是 沒錯 就算你說 我不要法科 那些 那我就根據你的五行屬性 譬如說 可能鏡頭拍不到 有很多飾物在這裡 金水木火土五行都要 都有的 那視乎你這樣拍咖 譬如說 你這陣子的 是呀 因為你要帶木 那你就選擇一些木的東西 去抬貼著身 這些我開了光 又有一個幫助性在這裡 甚至乎 你什麼都不帶了 我很窮 我只可以戒籤 都不要緊 我們做生意不是做一次的 我希望幫到你手 你以後是好環境的時候 來到 再介紹給朋友 我簡直告訴你 你應該穿什麼顏色衣服 有了吧 回家拿 換件衣服 穿什麼顏色衣服 甚至乎長頭髮 還是短頭髮 這些都是有影響 有影響 就是 少少影響 加上 那個影響就會大很多 是啊 吃一碗飯不飽 吃兩碗飯不飽 再不飽三碗 所以這就是風水方面的方法 因為有很多人 經常說 我擺了風水之後 什麼都可以 但是我又慘 我老實告訴你 其實風水的助力有限 有限 身體有限 當然最重要加上 你本身的人 人怎樣待人處事 很多事情 因素加起來 我喜歡用一些 在現實中跟他們分享 譬如有些女生 你都不注重自己的儀容 那你的姻緣 怎會好呢 相對之下 你看看 有很多注重儀容的女生 雖然她不是很聰明 至少她注重儀容 為什麼一走完 人家都會看她 不看你 這是一個現實中的分別 沒錯 沒錯 關於簽了很多東西 但我們這次 休息一下 好 我又不想按照 那些說明 我不是說 你分不清 我也是 好 我很少 你不把亂